学IT 拿高薪就来千方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好 接下来我们使用微信小程序 给我们提供的IDE工具来创建一个小程序的项目 打开这个微信的IDE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左边的话 有小程序的这个相应的开发的一个类型的说明 我们通过这个IDE的话 可以开发这个微信小程序 也可以开发这个微信的这个游戏 也可以开发一些片段 这个代码片段 当然这个下面的话 除了这个微信小程序之外的话 还提供了这个公众号网页项目的一种开发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来开发微信的这个SDK的这种页面应用 那我们可以通过点击这个小程序 这个上面有一个加号 这边是我们的这个之前开发的一些应用 这个点击加号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行创建一个新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的一个项目 当然我们也可以管理点击管理 管理我们可以把这些项目把它删除掉 好 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 这个时候的话呢需要我们去指定这个项目的一个目录 我们去选择一个目录 好 这个目录的话呢我们就选择这个目录下面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微信的名字 这个地方就把它使用这个默认的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就要填写我们的一个APPID 这个我们在开发的时候的话呢 也可以不填写这个APPID 这个APPID的话呢 我们是刚才我们注册的时候 这个在后台查看到的这个APPID 主要用于发布或者是我们一些输线制的 一些应用的一种调用 那这个时候的话需要APPID 当然我们在创建的时候的话 也可以使用它的一个测试号 这个测试号它是生成的一个测试测试号码 这个测试号码的话 仅限上开发无法进行发布 所以我们在上线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测试号码改成我们真实的APPID就可以了 那下面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小陈运模式 一种插件模式 这两种模式都需要进行申请的 插件也是一种小程序 所以我们这地方开发的话就开发小程序 下面的话呢 这两种人一种是JavaScript的 一种是TypeScript的 这两种都支持 我们选择这个JavaScript的 点击新建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创建了一个 这个微信的这个项目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微信的这个它的这个IDE啊 它是有一点像我们的这个Chrome浏览器的这个啊 它的一个变运它的一个测试环境啊 实际上来说的话这个IDE它本身内置了V8引擎 它是典型的一个街子开发的一种IDE 我们打开来看一看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界面啊 这个界面的话呢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是我们的一个菜单栏啊 然后这个下面的话呢 是我们的这个登录的这个 登录的一个开发者用户啊 这个下面有个模拟器 有一个编译器啊 有一个编辑器啊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的编写代码啊 然后有一个调制器啊 这个调制器的话呢 其实跟我们Chrome浏览器是非常相似的 实际上来说的话 它本身就是一个Chrome浏览器的一个调制器啊 只不是它加入了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调制 然后这地方提供的这种编译啊 编译啊 预览或编译 还提供的这种真机调试 我们如果用这个账户登录的话 我们把这个代码进行编译之后 我们可以在机器上进行真机调试啊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一面啊 在这里面编译 一面在我们的这个手机上啊 可以查看到我们的应用的一个样子啊 当然小春玉已经帮我们解决了一个 失败的很多的问题 啊 这地方有这个版本管理啊 小春玉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啊 版本管理 当然这个版本管理我们需要进行注册啊 提供了社区的一种支持 当然这个测试号的话呢 我们可以呃 后期进行修改啊 这地方我们点击详情 详情里面有基本信息 我们如果可以把这个 FID 这个东西上线的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改为真实的 啊 这个详情里面的话呢 有这个本地代码的一个大小 FID上传的这个预览的一个代码大小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很重要 因为小程序可以单个小程序的这个大小 做了一个约束啊 超过两兆以上的话呢 啊 就不会啊 就不会让你上传成功啊 另外一个我们会看到这地方有一个本地的一种设置啊 这地方其实就是在打包的时候的话 我们这个啊 怎么怎么来怎么来设置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是否使用ES6转换成ES5 是否使用增强编译啊 是否使用NPM 小程序默认的话是不认识使用这个Node Models的 所以啊 我们要选择这一项 选择这一项之后的话呢 咱们的微信小程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转换器 可以把我们的NPM安装的这个包的话 转换着小程序的这种模块 啊 然后这地方有一个不教应合法域名 啊 当我们在开发微信小程序的时候 啊 这个微信内部的我们比如说要发起一个请求啊 一个外部请求 那这个外部的请求的话 小程序为了安全的话 他是要叫叫叫验这个啊 这个我们的这个域名的啊 如果我们的域名的话 没有在腾讯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后台 就是咱们的小程序啊 注册的这个应务后台经一个注册的话呢 那么他就认为是一种非法的域名 是不会让你访问的 但是在开发阶段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个启动起来 因为开发阶段的话 我们需要调用一些本地的一些域名 本地的这个域名的话呢 是没是不需要填写在后台里面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点击加上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可以是默认的就可以了啊 然后项目目录里面啊 就是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我们需要整个小程序发布 发布之后的话呢 这个上面所有的这个外链的 或者外部请求的UR地址 Socket地址上传的路径下等路径 webview的一个地址都需要在微信的这个后台 就是咱们的这个这个官方的这个后台啊 进行设置 否则的话呢 这个上线之后是无法用的啊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小程序的这个相应的一个要求 比如说这个整个的小程序的包的大小啊 所有分包的大小啊 八兆左右 单个分包或者只包的大小是两兆 也就是你这个包的话 如果超过两兆的话 是定义通不过的啊 Type bar的呃 呃过手 这个Type bar是我们这个下面的这种啊 啊切换的这种Type bar啊 是五个啊 呃 然后Type bar上面的icon呢 大有限制为40kb 所以这是它的啊 官方的一个要求 好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这是我们下面的这个模拟器 这个模拟器跟Chrome浏览器里面 提供的这个模拟器是非常相似的啊 提供这个百分比啊 这种网络条件的一种设置 那么这边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公众目录啊 这个公众目录的话呢 这个公众目录的话呢 其实跟我们的啊 如果大家学个view 或者学个ray 现在是应该非常相似的 它是一种典型的组件化开发模式 啊 所以这个地方有这个相应的代码 我们可以打开之后 在这边编辑器里面进行调试啊 编辑代码都是可以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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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